接下来 阿芳老师也要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老师今天要分享推荐大家吃的是 蒜香的番茄炖鱼 对 把高鲜融入到我原本家里面的家常菜 是我来这个节目学到最多的 丝木鱼 像谭老师看齐 所以我家丝木鱼以前都是煎的 或者是煮什么饮食 就是比较传统风味 但是也会变了 现在也改变了 然后先放一点点的油 而且这种丝木鱼因为本地养殖业很发达 所以其实职业妇女或者上班族 有的时候你买冷冻的 然后一次烹调料理一片就会很方便 对 尤其现在我们说 因为整个的生产过程 到它整个节切处理的过程都很方便 再来加上包装 然后冷冻的条件好 对于职业妇女是真的方便 所以我就通常用一个鱼肚可以做一道菜 蒜片的香味出来了 然后我们的番茄也可以下去 番茄其实炒一下 它的酸度好像也会降低对不对 对 还有它要跟油稍微的过一下 它那个 节红素比较好吸收 一炒那个红色就融出来了 对 好 然后现在放进来之后 我们可以在锅子里面 加一点水 好 我们稍微把这个 蒜头 洋葱跟番茄炒香爆香之后 就可以加点水 然后就铺平 就可以来收鱼了 就水量的话大概就铺平 好 然后呢 我今天准备了一个特大号的虱目鱼肚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切法 就是我其实还是有刀法 然后我把它反过来好了 让大家看到 我的切法是切的时候 我倒鱼皮我就不再落刀了 对 好 这样子可以放进来煮 等会儿它煮熟了 什么叫做熟 煮到刚刚好 一波会断 它表示鱼刚好熟 好 那这个同时间旁边有的位置 我们可以把蔬菜放进来蒸煮 所以玉米笋也可以下去 麦豆这个时候也可以下去 对 这个时候 其实因为放在上面 它没有到水锅里面煮 那我们就把它放着蒸 然后这个海带牙呢 海带牙要起锅前 它的鲜味 它等于是我们这一锅的味精 好 然后我水稍微再多一点点 我今天蔬菜的量多 好 等会儿大家有一点点的汤水可以喝 所以你的水量就随着你的蔬菜的量增减 然后你要调味用盐用鱼露都是可以的 我们就直接往里面放进来 好 我们先放一点鱼露 对 好 然后就盖上锅子 好 让它去煮 那这个煮它的同时 阿方老师还要分享一个健康又好吃的小菜 刚刚刘医师有说到的里面就是蒜头 还有十字花科的高丽菜 然后在家里面妈妈 千变万变 较变也是清朝高丽菜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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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 那我就建议大家可以做一个开胃菜 那今天这个是我在事先家里面 已经把菜拿来洗干净 洗得很干净 然后用手去剥开一页一页 放到我的盒子里面来 然后再用冷开水直接灌灌灌灌灌 让高丽菜喝水 喝冷开水 喝一分钟后 你就把盖子 最后一次清洗是用水 然后就让它倒干 然后就把它盖起来 放到冰箱去冰差不多一两个钟头 然后我们要吃饭的时候 你就可以跟着我一起来玩这一道 在我家很开胃 很魔术的这个蒜味高丽菜 对 是生炒 一样炒 一样有爆香 可是就是没有开火 保留蔬菜的价值 那这个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要用一点冷开水 然后把我的蒜头片 放在里面稍微泡一下下 多久 然后让你闻闻看那个水 有没有蒜头味 有 泡多久 来 差不多十来分钟 那个蒜头味就会跑出来 好 然后这就是我的这个水 对 等会儿要炒菜 然后不要让人家看到你的蒜片 不然这样就不高干 好 然后再来 要油 然后因为是吃凉菜 所以我放的是比较温热性 就等于是白芝麻油 也就加里面的香油 然后再来我们要在这里面 放一点点的盐 那这个盐就是你要炒多少菜 你就放多少的盐 好 就调味一下 然后来味精的部分 菜 高丽菜本身会有甜味 可是我们要放味精吗 我们放的是糖 那这个糖的放的技巧 不要让人家吃出来 你放了糖 一咪咪 好 就这样子 好 我认为我的 我今天拌一定会很受欢迎 所以我的盐稍微多炒一点 好 然后把这些东西 先打匀 都打匀 好 所以先做了这个调味酱 对 如果你的汤水你要好拌一点 你可以算水再多一点点 好 然后呢 要吃饭了 刚刚的高丽菜 你可以看到 因为它吃过白开水了 所以你可以听到它的声音是 对 好脆喔 感觉 然后现在整个菜拌匀了 就可以上桌 但是为了怕领不到 就这样 怕领不到菜钱 这样会领不到菜钱 对不对 对 会领不到菜钱 可是 而且小媳妇可能被婆婆骂 对 是什么 这个会有家庭纠纷 对 会 会有纠纷 所以加芝麻吗 加芝麻就没有纠纷吗 就是起码有认身 对啦 要认身一点点 觉得 好像有点 还是不要让其他的味道去改变它 从头到尾这里面就只有蒜头 调味料 盐巴 还有一点点的芝麻 因为也是芝麻油 那它多久入味 不是 现在立刻可以吃 真的假的 家里 你可以试试看吗 真的 你可以拿起来 阿芝麻老师 你不能把芝麻油打起来 你试试看 你拿薄一点好了 你拿薄一点 你比较快入味 不是 你也比较容易 对 入味 好吃 对 你拿算钱 可以 怎么会这样 真的 夏天 很开会 怎么简单就怎么做 就在我家 我跟你讲 小孩会把这一盆吃光光 好 我跟你讲 待会给他们吃 他们就知道 对 真的是可以领到 真的厉害的 这是真的可以领到菜前的一道菜 夏天吃 所有的蔬菜 该蒸的 该鱼 该炖的 然后来检查一下 看看我们的鱼 刚刚是连鱼皮 对 熟了 熟了 可以分开 再看看这一块 可以分开 表示它全部熟了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很大方的 就把这一些味精 就是我们的海带牙 海带牙我通常买干的 然后用冷开水稍微洗三次 然后就把水倒掉 不要它 它会自然吸到干 对 然后就很好吃 而且它有咸度 对 然后这个放进来 把它煮熟 就可以上盘了 好 那我们就来上菜 我们要顺便说 其实阿藤老师 刚刚这两道料理 都算是魔术料理 我看到它这个 我们说虱目鱼它的那个 它就把番茄跟洋葱 跟它的小玉米笋的甜味 都煮出来 所以甚至我觉得这道料理 如果你在里头加一点面 它就是一整锅 你今天晚上 全部人就吃这一锅 而且营养满分 这个健康也满分 那第二个 我还是特别推崇 阿藤老师 刚刚自己发明的生炒高丽菜 但我要推崇的 这道生炒高丽菜 不只是它的味道 而且它的做法跟料理的概念 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健康 是有好处的 你看它这个高丽菜 它自己加了一些这个香油 跟一些麻油 油类的东西 其实可以帮助我们肠胃到润滑 让便秘比较不容易找上门